全球基督徒星期天庆祝复活节 这是他们的日历中最神圣的节日 这一天虔诚的基督徒们说 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 在澳大利亚的提威群岛的美尔维尔岛上 基督徒用一种独特的混合当地原住民文化和天主教的影响的方式 来庆祝复活节 在菲律宾阿基诺总统说就如同耶稣从死里复活 而菲律宾人反对贪污腐败的力量的希望也已经复活 在严密的保安之下 伊拉克境内的天主徒纷纷地进入教堂庆祝复活节 大批的信众聚集在圣彼的广场 期待教宗方济的第一台复活节的主日弥撒 以及发表对罗马城和全世界的讲话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每周一次的讲话中说 复活节提供了一个重新现身于 大于我们自身利益的机会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的国际新闻